一整套全白色系的厨师帽 厨师服戴上 学生们展现专业 这是开评餐饮学校一年级学生 刚好举行清汤浓汤考试 来考验学生们功法 着重在就是刀工 就是像他们的汤品的话 就是大小要切的就是一致性 然后浓汤的话就是浓稠度要是 就是浓稠度要刚刚好的 对 就是大部分会着重在这里 然后还有就是大学卫生跟他们的做菜流程 一年级从餐饮基础慢慢学起 到二年级可以有一整年的时间 在校外实习 或是在校内教学餐厅学习经营 到了三年级下学期 则是专心以毕业专案为主 我们让他们学包括说 我们这边有International License 就是国际征照 有Steam的创新教育 我们又没有课本 让他们用PM专案的方式 专案管理学习这个统整 跟问题解决 还有学习NLP的一些创新的思考 还有学一些带团队关系处理的 关系动力学 一年级先让学生拿到食品安全卫生认证 透过工法教学 拆解菜肴的元素 打破死被复制菜单的学习模式 让学生有办法创造研发自己的菜色 毕业就能拿到国际三厨认证 是全球唯一有优质厨艺学成认证的高中 因此出来的校友也是相当优秀 担任一克七八千块的米其林主厨 或是四五间店的老板 也有的出国深造成为私厨主理人 还有明星主厨接代言 学生们在校不受教科书限制 多元发展独立思考 找出自己的未来方向 八十五六十一张凯一台北从报道 明星大方式近在一小时 赶快订阅我们八大明星新闻的YouTube频道 还要记得开启小铃铛